大家好,今天是6月27号 最近一段时间,世界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中国政权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因为西方民主国家,尤其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军事组织北约 已经很明显地把中国政权作为一个系统性的挑战 这是北约历史上非常罕见的 北约在本周末将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峰会 这次峰会最大的不同还不是商量对付乌克兰战争的问题 最大的不同是把中共政权列为系统性的挑战 而且参加会议我们看到把一些亚洲国家也加进去了 这就是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日本第一次参加北约的峰会 北约本来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北大西洋、欧洲、美国、加拿大参加 但这次邀请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很明显就是来对付中国政权 另外美国的国安公萨利文昨天发话 他说这次北约峰会会诞生一个新的战略文件 这个战略文件当中会前所未有的提到中共 那么中共已经成为民主国家军事组织对付的最重要的一个要点 等一下我们会详细讲一下北约的这个新战略 因为这个新战略它每隔十年 北约更新一次战略 那在十年以前发布的那个战略根本就没有提到中国 当时对俄罗斯还作为战略伙伴来对待 那新的战略会是什么呢 等一下我们会详细的谈 我们看到现在中国政权成为西方民主国家 瞄准的一个对象 G7峰会在欧洲正在召开 在德国 那G7峰会主要讨论的是援助乌克兰的问题 但是呢也根本没有放过中共 G7峰会这次对中国政权最大的一个打击 就是G7决定带头来对付中共的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呢 对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挑战非常的大 它利用中国的庞大的势力 经济方面呢来援助发展中国家 然后把这些国家都拉入中国的经济圈 然后在政治上进行控制 在军事上呢来发展它的战略的据点 所以从欧洲啊印度洋啊亚洲 很多的国家成为中国政权 地缘政治的战略伙伴 或者是它的一些附庸国啊 包括最近呢 闹了很多的是非啊 很多的事啊 美国呢全世界比较关注的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就是借了中国很多的赞 弄为中共政权的一个附庸国 还有这个包括欧洲的一些国家 他们的港口啊都租给中共啊 这个是非常不利于民主国家的安全的 那么这次G7会议上特别提出了一个价值6000亿美元的一个经济的方案来帮助发展中国家 加之6000亿这个构想就是来对付一带一路啊 你呢投资发展中国家利用这个债务的外交债务的陷阱 但是我们用公平的投资的方法 6000亿比你更多来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 也就是把这些发展中国家都拉到我们西方民主国家的怀抱里面 美国要出2000亿 其他国家呢出4000亿 所以这样一个办法已经启动 这个办法呢 可以说是在政治经济的角度来对付中共 中共这几年呢这么狂妄就是因为一带一路起了很大的作用 所以呢西方国家这次呢下决心通过这个6000亿的计划投资 来从政治经济角度围堵中共遏制中共 那么我们再看军事方面如何对付中共 军事方面呢就是北约马上就要召开一个峰会 这个峰会呢要提出一个新的战略 旧有的战略是在十年之前提出来的 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提到中国 而且把俄罗斯呢作为战略伙伴 那这次呢新的战略里面特别要指出 俄罗斯啊就是北约组织价值观安全 国际规则的最直接的威胁 是最直接的威胁 那么对中国的定义方面呢 是一个系统性的挑战 系统性挑战这个词呢还并不是强硬 因为呢在北约内部呢 如何对中国呢进行描述还是有一定的分歧 美国英国呢主张用强硬的词语来描写 英国呢最近的一些政府报告里面 指出中国呢就是这个时代呢系统性的一个挑战 美国的这个五角大楼的报告里面提出 中国呢对美国的威胁是步步紧逼的一种威胁 那这两个国家是用词比较强硬啊 但是英但是德国啊法国啊啊 他们在这个如何描述方面还是有一定分歧啊 包括啊对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啊 美国英国打算用这个战略趋同这个词啊 但是呢呃捷克还有匈牙利啊这些跟中国关系还不错的国家 呃他们会提出一些意义 但是总而言之呢呃他比十年级之前会大大的呃提高 而且呢把中国啊列为呢甚至比俄罗斯更加具有威胁性的一个国家 那针对俄罗斯呢这次北约的峰会啊就提出是直接性的威胁 而且把北约的快速反应部队从四万人要提升到三十万人提升了八倍 那干嘛实际上就是为未来直接参与乌克兰战争做准备 那实际上这个四万多人呢已经搞很多次的这个军事演习啊 啊包括英国的首相也参与的啊就是在波罗的海啊这些啊 啊波罗的海这几个国家包括英国都是非常呃强硬啊 甚至他们都是主张呢呃来马上的派出军队进入这个乌克兰啊 今天呢有消息就是美国的CIA中央情报局他承认他他的机构啊人员呢 一直在基辅工作啊那波兰啊波罗的海三国英国美国 他们是比较强硬啊呃但是其他的法国德国呢啊 对这个派军啊那当然还是有疑惑的啊 所以他现在直接派军还不行但是可以准备 准备之一呢就是扩大成员啊四万人扩大成三十万人 为将来有一天呢直接进入乌克兰军队直接把俄罗斯军队给捣毁啊 作为一个积极的准备我们看到现在乌克兰战争呢是一个拉锯战啊 一会把这个城市俄罗斯清占了一会又被乌克兰给清占了啊 这个拉锯战呢这样持久下去实际上对西方国家不利啊 因为拉锯战呢消耗的是金钱人的生命啊 这个方面呢如果乌克兰西方国家继续消耗下去那对西方国家不利 俄罗斯呢最近又召开金砖五国会议啊习近平也参加 金砖五国的沐浴呢主要是在经济方面来支援俄罗斯啊 像南非啊巴西啊包括印度啊这些国家企图在啊 西方国家和俄罗斯中国之间保持一个平衡 所以他也参加金砖五国他们在战略上实际上也并不是认同俄罗斯 但问题是在经济上他会帮助俄罗斯中国呢肯定会帮助 所以战争如果持续下去的话那对俄罗斯实际上是有利 因为这些经济的帮助啊会源源不断的来啊 所以最近呢你看在战场地面战场上俄罗斯呢他开始进行啊 反共还夺取了一些城市啊就说明金砖五国对他的帮助呢起了效果 尤其是中国暗地里呢可能还有一些军事的支持军事的援助啊 所以说要尽快的结束乌克兰战争 尽快的彻底打败俄罗斯啊实际上也是北约的当务之急 而且如果战争持续下去的话那对信品是个极大的鼓励啊 他就说你看普京呢还能发动侵略战争那结局也直不过我辞嘛啊 啊我要学普京要打台湾的话那最坏的结局呢也不过如此啊 支持我的国家还挺多的嘛所以这是将在鼓励习近平啊 所以战争持续下去呢实际上在鼓励中国政权鼓励俄罗斯 所以必须要尽快地结束乌克兰战争 那另一方面呢除了乌克兰之外那西方国家北约现在关注的就是中共啊 他在中共方面呢觉得这个威胁虽然不是马上的直接性的 但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它的整个实力那比俄罗斯强多了 而且对台湾的威胁对南海的威胁现在也是非常的实在非常的直接 中国的第三艘航母下海了中国呢又宣称台湾海峡就是中国的内海南海也是中国的内海 那这种做法呢就是要把美国彻底的排除出去 而且呢他是温水猪青蛙他一步一步在这个国际舆论上他建立一种合法性 然后一步一步呢对台湾进行一个战略的包围战略的恐吓 然后等到二十大之后他就要动手 二十大之前呢他肯定也有些动作 但这些动作呢主要是用这个外部的紧张 让习近平的位置更加的恐固 他可以顺利的连任 二十大之后或者是再更后面一点 他真的是要动手 因为这个人呢野心是非常大的 而且整个习近平集团中共的这些高层最高层呢 他们觉得现在羽毛丰满有实力 要完成中共的历史使命 这就是统一左国啊 这就是所谓的解放台湾呢 所以对习近平对习政权呢 要侵占台湾呢绝对不能低估 因为他的羽翼已经丰满了 毛泽东当时就想共战台湾嘛 但是因为朝鲜战争爆发之后 他放弃了计划 后来呢历届领导人也提出 但是那个实力不够 现在呢习近平要做世界的霸主啊 第一步呢就是要把台湾给占领 然后向太平洋扩张平分太平洋 他做世界霸主的第一个第一步呢就是台湾 所以他的这种野心呢我们绝对不能低估 他的实力啊现在也不能低估 所以北约作为民主国家的军事组织 现在把中国呢实际上列为第一位 列为系统性的最有实力的挑战 俄罗斯只不过是中共的一个小走狗小马仔 它是一个直接的威胁 所以我们半事情都知道最急迫的并不是最重要的 那现在俄罗斯是最急迫的但他不是最重要的 中国政权才是最重要的敌人 所以北约呢现在要好好的认真的对付 那北约的这个战略报告呢再过几天就出来了 出来了之后呢我们会详细的解释一下 到底他是怎么样对付中国政权 习近平是非常的狂妄啊 他七一的时候要去香港 要纪念香港收回这个25周年 那逢武的啊就是在中国来说是大日子了 所以习近平要去 再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呢就是表明香港 确定实行了一国一制 确定被征服了 比如我征服了 我作为一个征服者去参加这个周年会 而且最关键的还有一点就是 他去香港的目的就是给台湾看 我征服了香港下一步我就是征服台湾 我今天去香港下一站就是台北 他是有这样的狂妄的想法的 所以台湾呢整个全世界民主国家 绝对不能低估他的野蛮粗暴 他的野心 我们现在想的办法就是如何 来防止这个战争的爆发 如何来对付中国政权 所以全世界民主国家要联系手来 还请他不怕打仗 作为台湾人要全民皆兵 作为民主国家 要唏嘘乌克兰战争的教训 要提前制止战争 提前制止不了的话 也要真正的介入战争 敢于跟中共去一拼一战 那个时候呢结局呢 肯定是把中共政权 这个纸老虎会打的落花流水 他的中共政权就会彻底的倒塌 那个一天呢也是我们所盼望的一天 好今天的评论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再见 客观真实及时的时政评论 绝不欺骗 忽有观众听众 宝胜传媒敬请订阅 点赞评论转发推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